新的朋友一定要知道汽车上的这些冷门小技巧 当我们的车辆打不着火又需要移动车辆时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档位挂在空档 把我们的这个安全带给它拉出来 然后关上我们的车门 我们搭在我们的肩膀上 最好是这样套 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车往前推 那么我们推的地方一定要保证是平坡 上下坡推车非常的危险 第二 更换椅瓜是我们的椅瓜拿起来时 容易卡到咱们这个椅膝盖的车漆 这样更换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只用打开电眼 然后关闭电眼 打开椅刷 这样我们的这个椅刷胶条就竖起来了 那么竖起来以后 我们再更换咱们的这个椅瓜胶条 是不是就特别简单 那么下雪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椅瓜胶条立起来 防止粘在我们的车窗玻璃上 第三 加油时 忘记了油箱盖在哪一边 那么我们就看仪表盘上 我们这里个加油的标志 然后有一个箭头 箭头在哪一边 我们的油箱盖就在哪一边 车哥的箭头在右边 那么我们的油箱盖自然也就在右边 第三 我们的汽车遮阳板 不但能遮挡前面的阳光 我们把咱们的这个小脚扳下来 往旁边一扳 我们还能挡住侧边的阳光 那副驾也是一样的 不但能遮挡住前面的阳光 我们还可以把它搬朝侧边 挡住侧边的阳光 对我夜间开车时 后车开眼光灯 内后视镜特别的刺眼 这个时候我们按下我们的防线音功能 这样我们不但不刺眼 而且我们的开车也能看到后方车辆的情况 第六点 一天开车时 后视镜容易挂水珠 电干车道特别的危险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后视镜加热功能 打开我们的除风孔 这样我们的后视镜加热就能自动启动 一会咱们的热干水珠就能被吹干了 我是车哥 打开我的主页 学习更多汽车知识